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目前,小米12S Ultra以及骁龙8家的风头早已过去 目前机券的目光都在华为Mate50系列以及iPhone14上面 但Tiger认为,过不了一个月,机券的目光将会再次回到小米以及骁龙芯片上面 因为小米13货将在今年11月发售 这也是小米第一次在一年内发售三款旗舰级手机 目前,除了小米13货首发搭载骁龙8站2之外 Tiger了解到最新的消息是小米13系列的部分产品很可能会采用陶瓷作为机身材质 这或许是小米再继小米米卡4之后,再一次使用陶瓷作为机身 陶瓷是小米高端手机的经典 这个经典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陶瓷机身的爱好者 陶瓷机身手感圆滞,有着十分精致的外观 再加上耐摔耐花,备受消费者喜爱 但由于陶瓷机身的制造工艺,相较于玻璃工艺来说 还比较新,生产流程没有完善 因此良品率低,成本便控制不了 此次小米13的陶瓷机身也是时隔一年多再次使用 或许小米是想进一步提升手机的差异化 除了最新的爆料,小米13最令人期待的更新 将会是骁龙即将发布的处理器 骁龙8站2,据Tiger了解到 高通下一代旗舰处理器骁龙8站2 已经在路上受苹果秋季发布会的冲击 骁龙的发布会将会提前到11月份发布 从目前的爆料来看 骁龙8站2的升级还是可圈可点的 其采用的是N4P工艺 也可以叫做4nm加制程工艺 功耗应该会比上代更强 在CPU方面 采用全新的1加2加2加3八核心架构设计 这也是业内首次采用这一架构设计的处理器 其中超大核升级为Quartex-AX 3,性能提升了22% 大核升级为Quartex-AE 715,性能提升了5% 能效提升了20% 小核依旧是Quartex-A510 据悉,骁龙8站2的单线程性能 最多有15%的提升 多线程性能理论性能 或将实现20%至25%的提升 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 实际表现还得看真机 Tiger仍记得骁龙888发布前夕 大家都在说该芯片的性能有多么的好 然而实际表现却惨不忍睹 在GPU图形处理器方面 骁龙8之安2会升级到Dreno740 这或许会成为骁龙8之安2最大的看点 谣传峰值性能将提高50% 持续性能会提升32% 除了处理器的爆料之外 截止目前,新机的爆料不算太多 综合目前的爆料消息 基本都集中在屏幕以及续航方面 小米13系列将会视自小米9一栏 首次使用直屏设计的数字旗舰 而这个直屏很有可能就是小米13 现在将中备旗舰设计为直屏 似乎是如今的趋势 华为Mate50、Vivo X、80等旗舰中备 都是直屏手机 综合爆料消息 小米13将会搭载6.36英寸Li的柔性直屏 分辨率为1.5K 而Pro版本将会搭载 来自三星最新的2K超窄兵狂 一、六第二代LTPO屏 这一代一、六屏幕 将首次支持低亮度高频PWM调光 高频PWM调光是目前最完美的屏幕调光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小米12S系列连DC调光都没有 小米13如果真上了高频PWM调光 那将会对眼睛敏感的消费者十分友好 在续航方面 小米13系列或将是旗舰吉利首款全系充电功率破百瓦的手机 目前大部分旗舰中备的最大充电功率 普遍就在66瓦左右 反而是很多终端机的充电都在100瓦网上 甚至有些都超过了150瓦 若是小米13搭载百瓦快充 其他家常商的旗舰手机势必要卷 那么终端手机除了价格 仅存的快充优势或许会荡然无存 不过为了控制重量 小米或许会将小米13的电池容量缩水 缩到仅仅只有4200毫安时 这么小的容量 恐怕刚拿到手就得开省电模式吧 最后一点也是Tiger最不确信的一点 那便是小米13的镜头模组 以目前Tiger看到的来说 小米13仍然修改了镜头模组 将小米12与小米12s的数牌举行 更改为了类似正方形的设计 看起来并没有小米12s那么精致 也不如小米12sUltra那么大气 想了解更多关于小米13的内容 请关注Tiger Tiger将会给你带来最新的咨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